大家好 到县城来 到我弟弟家住几天 先读一个新闻 美联社9月5号报道 非洲的几内亚发生了政变 总统府附近发生了枪战 总统目前不知所踪 这个总统去哪了呀 有人说他被干掉了 有人说他被软禁了 不管他去哪了吧 总之几内亚的军事政变已经成功了 那么几内亚的军方说 几内亚的权力不再属于总统个人 而是属于人民 这个话呀 其实是一句屁话 什么叫不再属于总统个人呢 而且什么叫属于人民呢 你几内亚是有宪法的 宪法当然是总统有他的职权了 而什么叫属于人民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虚的啊 但是这个事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几内亚是矿产非常非常丰富的 虽然几内亚这个国家呀 经济状况不咋地 比较穷 但是啊 几内亚国内的矿产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铝土矿 几乎啊 占世界出口的一半以上啊 同时几内亚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铝土出口国之一 中国进口的铝土啊 在几内亚呢 也是占了50%以上 所以啊 所以啊 几内亚的铝土对中国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9月6号啊 就是政变的第二天 那么铝土的价格呀 迅速的飙涨 创了近20年的新高 那么我们国内的相关的铝土行业 这个成本显然又要飙涨了 因为原材料的价格呀 因为这一次政变在迅速的上涨 所以这一个政变啊 其实背后的目的啊 并不简单 尤其是再说第二点啊 这个几内亚呀 有个西芒度铁矿 这个铁矿 这个质量啊 是非常的好的 比澳大利亚的铁矿 这个质量还要好一些 澳大利亚铁矿呢 含铁量啊 是非常高的啊 那几内亚的西芒度铁矿含铁量 比澳大利亚的铁矿 含铁量还是要高一些 那么前两天我还录了一个视频啊 就说了 因为中国呀 一系列的产业布局 一个是国内 给钢铁产业升级 限制了一定的产能 同时呢 给钢铁的出口啊 增加了关税 那国外呢 就是增加了在海外铁矿的开拓 其中非常重要的呀 就是西芒度铁矿 那结合这个西芒度铁矿 我觉得很多事情啊 就是非常的清楚了 那你说这个政变 是不是针对我们国家的铁矿石呢 对吧 之前澳大利亚对我们的铁矿石的威胁啊 通过我们国家一系列的操作 对吧 已经解除了啊 目前铁矿石的价格呀 回落了很大 几乎已经回落到 因为疫情涨价之前的这个状态了 可是 对吧 你这个几内亚这一闹政变 而且几内亚的军方还宣布 这个陆地边境啊 全部关闭了 对吧 这个宪法呢 也终止了啊 那日后才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对吧 这个西芒度铁矿 能不能顺利的开发呀 都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啊 在9月4号 我们中钢协的这个负责人 当时就讲了 说中国呀 正在加快海外铁矿石的开采 尤其是西芒度铁矿 对吧 你看这个时间点啊 9月4号中钢协的负责人 就说 我们要加快海外铁矿石的开采 尤其是西芒度铁矿 9月5号 这个政变啊 就直接就来了 所以 这些事情显然不是巧合的 呃 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天 就是9月1号啊 中国和法国的外长啊 通了一次电话 这个电话呀 谈了很多的东西 譬如谈了阿富汗的局势 呃 也谈了中法之间未来的关系啊 说中法的商业合作呀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同时呢 呃 还谈了一下中法的友谊 当然这些东西呀 对吧 比较虚 每次电话都打啊 呃 双方还谈了一下新冠的溯源 是一个科学问题 对吧 那把新冠的溯源啊 放到一个科学的框架下 呃 显然呀 就说法国呀 呃 和中国 对吧 提升一下友情 呃 但是这种友情啊 到什么程度啊 不好讲 因为中法外长在最后 就谈了在非洲的合作 为什么一定要谈在非洲的合作呢 目前在非洲影响力最大的 依然是法国 尤其是中非 还有西非 而几内亚呢 呃 就是西非啊 而且西非偏中部一些 对吧 靠海啊 靠着海边 所以几内亚矿产丰富 又靠着海 也好运输 那么几内亚呢 又是法国的前殖民地 啊 以前说过很多次啊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虽然形式上独立了 但实际上啊 并没有独立 法国呀 依旧操控着中西非的政治 譬如这个几内亚啊 法国在几内亚啊 驻军是好几万人的 可以说呀 法国放个屁啊 几内亚就要大喷嚏 以前啊 没有多少年 就十来年前啊 具体哪年 我忘了 当时这个西非选举啊 选了个总统 法国不高兴 法国直接派人就给他换了 对吧 那这一次呢 呃 虽然是几内亚的军方的政变 法国人不点头 肯定是不行的 法国人不点头啊 一定是不好使的 呃 如果了解一下 这个非洲的政治啊 尤其是中西非的政治啊 对吧 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啊 所以这个事啊 呃 和法国一定是有关系的 我们肯定首先 最先想到的是美国 和美国 当然也有很大的关系了 但是啊 美国直接插手中西非的事情啊 还是很难的 他一定是通过法国的 所以我们在回忆 9月1号 对吧 中法外长的那个电话呀 就很有意思啊 不要看最后说加强 中法在这个非洲的合作啊 不要不要看说双方要加强合作 就觉得形势一片大好 未必 对吧 那双方合作要谈条件的呀 怎么个合作呀 你占的多我占的少啊 对不对 那在这个谈条件的时候呢 总是要给你搞搞事情的 或者说吧 让中国看看法国的实力 如果没有法国的配合的话 你的很多投资啊 还是很难的 甚至说呀 你前期投现的资啊 很容易化为泡影的 所以呀 法国外长呢 和中国外长这个电话呀 对吧 既有碰瓷的意味 也有施压的意味 别看谈的都非常的好啊 对吧 我觉得聪明人啊 一点就透 一看最后一提非洲的合作 那就很明白了嘛 对吧 所以啊9月1号啊 中法加强非洲的合作 那么9月4号呢 中港协负责人说 加快海外铁矿开菜 尤其是西芒度铁矿的开菜 对吧 这个事连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啊 我想9月14号呢 中港协这番话 和9月1号 中法外长这番 这个电话又有关 就是双方的肯定敲定了加强合作 对吧 但是合作到底如何合作呀 各方条件是如何呀 再加上美国在里面的施压呀 等等啊 所以9月1号那个电话呢 法国是有碰瓷 也有施压的啊 呃 那么其实我们9月4号这个讲话呢 应该也是明白这一点的啊 但是还是合作为主的 呃 但是具体什么条件吧 对吧 还是要具体往下谈吧 这里面又脱离不了美国的关系 呃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 其实这个西盲渡啊 一共有4个矿区 其中3号和4号矿区呢 是被澳大利亚给拿走了啊 啊 虽然澳大利亚自己有很多铁矿 但是在非洲啊 这里也拍下了3号和4号的矿区 呃 但是澳大利亚拍下了10多年 始终没有开发 一方面呢 对吧 也是现产能啊 抬高澳大利亚的价格 优先发展澳大利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西非虽然靠海 但是这个铁矿啊 距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首先你要建个港吧 其次啊 你要建铁路 要把这个开发的铁矿匙运到港口去 澳大利亚也没有这个能力 建港口和建铁路 呃 你像澳大利亚这些公司啊 包括西方这些公司啊 他他是习惯玩资本的 对吧 拍下了铁矿啊 然后中国人去开发 呃 付出了很多的劳动力 但是大钱其实你是没有挣着的 对吧 那么一直就是玩的这套 所以他也不开发 呃 等着中国去承接基建等等 那么中国呢 反而啊 后来就转而去买一到二号矿坑 也就是一号和二号矿坑 呃 看很多说呀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买下了一号二号矿区 呃 那么在我们买下一号二号矿区的这个时间点 发生这个事情啊 对吧 那就更有意思了啊 这里面有没有澳大利亚也掺和了呢 我觉得也一定是有的 对吧 呃 如果中国拍下一号二号矿区员 光这一号二号矿区员啊 这个铁矿石就够开采很多年的了 对我们国内来说呀 也是非常非常够用的了 对吧 那无论是建铁路也好 建港港口也好 对吧 呃 这边人付出的都是资本 这边人付出的都是资本 玩资本啊 其实付出什么了呢 付出东西很少的 靠的呢 就是自己的垄断的权利啊 靠的就是资本的力量 呃 但是这个世界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呃 我看微博上有些评论呢 说效仿湄公河 美工河当时中国做的很漂亮 但是这个事情是效仿不了的 因为美工河嘛 是和中国啊 边境啊 都挨着的 非常的近 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够投射的过去 非洲我们现在还是投射不过去的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呃 这个美国呀 恐怕也要转变和中国对抗的方向啊 过去你看台海南海东海黄海啊 对吧 呃 中美之间的飞机啊 军舰啊 对峙了好多轮了 我们也放了巨浪三呢 潜射导弹呢 对吧 包括我们的火箭军呢 啊 陆军海军的各种舰艇啊 都在这附近 这就说明在中国的周边 我是我们是能够捍卫自己的国家领土安全的 不管是台海黄海南海东海 对不对 甚至啊 印度洋的一部分地区 我们的军事力量是可以投射过去的 呃 但是 对吧 这个印度洋 再往深处走呢 或者说 对吧 走到大西洋呢 或者说我们走到非洲呢 中国的军事能量能力啊 其实投射不过去 军事投射能力是很有限的 呃 所以这也和湄公河不一样 因为湄公河呀 在我们的周边 所以在几内亚呀 这个投资啊 我们现在呀 对吧 有一定的办法 但是啊 还是非常的撤走的 所以 对吧 还是以前说的呀 这个海军走向深栏啊 我们需要更多的航母 更多的舰艇 如果我们有两艘航母 对吧 能够到非洲那一路游异一下 那这种事情显然就不会发生的 对吧 或者说很难发生的 但我们确实还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舰艇的 如果军事力量投入投射不过去的话呀 呃 事实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啊 我觉得接下来吧 对吧 我们和美国在东海 黄海 南海 台海 等等吧 我们周边已经对峙很多的轮了 我们也放了很多的导弹等等啊 甚至证明我们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去 呃 证明我们有自卫的能力 对吧 美国在这边也也占不到便宜 那美国会不会转而向他有优势的地方去呢 对吧 对准我们的海外投资呢 对吧 尤其是对准在非洲啊 甚至说在南美洲 这些地方的投资呢 我看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几内亚这个事啊 也等于啊 给我们提了个醒 敲响了一个警钟 对吧 呃 那么几内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从长期看呀 影响力 不会是特别大的 但是啊 肯定这个法国啊 会从中捞取一些好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呃 甚至美国啊 也会从中捞取一些好处的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军事投射能力 在投 到不了非洲 即便能到 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